很多人认为女人最好的归宿 我最开始自己都是贫困户 本身家里条件就很苦 2008年我的父亲因为食道爱去世 然后家里欠了不少的外债 所以我就必须要照顾好这个家庭 我就把我妈妈寄存到我外婆家 我走了啊 我今天我打工又过来看你 先走了啊 自己带着弟弟进城里打工赚钱供他上学 最开始工资特别的低 我就整天想着怎么能够赚更多的钱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但是依旧不能维持正常的家庭开销 2013年回家看妈妈的时候 听老家的人说我们那里的百花蜜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因为蜜是从众多的中草药花朵中 采集酿制而成的 后来我就想着自己也招点野风 但是身边所有人都反对 他们觉得招风都是男人的活 哪有女人干过这 那既然你说我做不成 我就非要把它往城里做 第一次招风就特别的顺利 那一次我让家里人知道女人也可以养风 那她不知道我姓啥 不知道我叫啥名 但是都知道我叫风婆娘 那年秋天我也尝到了蜜的甜头 卖蜜赚的钱 让家里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2014年我回家开始养风 然后我也跟着村支书 就想着带着村里的留守妇女 一起来养风 因为养风一个人也养不起来的 另外这些留守妇女 除了照顾孩子 还能有一笔额外的收入 我们这项逢子全部都走了 包揽了 后来我就建了一个三十多项风的小基地 2015年正式注册了合作社 政府给了我们很多宣传的机会 蜂蜜的价格一下子从二十多涨到了六十块钱 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养风特别的简单啊 然后我做啥就是风风火火的 我们农村土豪就是猴心 啥都想多抓一点 那年我就又引进了一百二十项风 因为我也想产量提升多赚一点钱 然后农户也跟着我多赚点钱 2016年开春 我一揭开风箱 发现风箱里所有的蜜蜂全部都死了 后来就做了检测 才知道蜜蜂得了最厉害的传染病 断食病 所有的风具 风箱必须烧掉 不能二次使用 当时看着所有的积蓄瞬间化为灰烬 然后我就有一点灰心的不想弄的 或许我就不该养风 而是应该在家里相夫轿子 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的风就是勇往直前 但是那只是横冲直撞 我想清楚之后 就忍不住想再试试 毕竟风婆娘做起事情来 就应该勇往直前 另外更重要的是 我还有那么多的社员还在养风 我不能丢下他们 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再鲁莽前行呢 2017年是全国脱贫攻坚关键时期 当时政府听说了这个事情 就请来了专家团队指导我们养风 我知道机会来了 就开始三番五次的请教 你好 李教授 你最近忙着吧 刚开始我一直觉得养风这个事情很简单 没有什么技术 真正的养风好像就不是这么坏事 于是我就带着自己的社员 跟专家团队指导 踏踏实实的学习和实践 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中风导致是怎么养殖的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养风的技术手材 你可以看一看 无理有哪个需要的话 也可以找我们给你们看看 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 全国第一个优质密源基地就见到了宁闪 专家工作站也落户到了我的合作社 现在有了专家的支持 政策的扶持 我又有了风的勇气 接下来我会带着社员将养风事业进行下去 让留守妇女也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而我们宁闪的生态环境 也会因为这些风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